花房部前少將參謀長韓玉平被指控挪用加菜金2880元 被依貪污罪重判四年辦定宴 四處陳情喊冤 花蓮高分檢認為法院在事實認定上有誤申請再審 那所以我們今天會對於這個韓先生跟另外一位張先生的部分 就他們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的部分申請再審 2015年韓玉平被指控挪用2880元的演習加菜金 來支付軍券的參費違反規定被告發貪污 今年2月三審結果出爐 他被重判四年辦恥夺公權四年 但外界認為判決不合理 不只忽略軍中生態也不符比例原則 當時就有不少退伍軍人團體出面聲援韓玉平 韓將軍 約王 建朝院 今三審定念 本人深受冤屈 如今出現轉折 花蓮高分檢方面表示 花長時間訪談專業人士後發現新事實 跟新證據 原來可能我們當初假官還有法官 對於這個加菜金究竟由誰來核銷 這個部分是有誤會的 認為整起案件有申請再審的空間 強調沒有受到任何輿論跟政治壓力 TVBS新聞高居宏廖子盼花蓮採訪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 小鈴鐺